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宇宙的尺度》 副标题是《从无穷大到无穷小》 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布拉特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位数字出版专家 Photoshop之类的设计软件和排版软件是他最拿手的东西 同时他也写了不少科普书 目前已经被翻译成了十多种语言 在全球卖了几十万本 作为一位技术专家而非专业科学家 大卫的科普作品视角比较独特 他善于从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出发 带领读者认识全新的领域 很快你就会从《宇宙的尺度》这本书中领略到这一点 介绍本书之前我们先听一个故事 在经典科幻作品《银河系漫游指南》中 说的是一支庞大的外星舰队前来袭击地球 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弄错了尺度 所以这支大军刚在公园里着陆 就被一条小狗吃掉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你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 尺度非常重要 《宇宙的尺度》这本书 正是从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谱系出发 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不同尺度下的宇宙 在讲尺度之前 首先引入一个人类尺度的概念 所谓的人类尺度就是指让人类感觉舒适的范围 它又叫中间世界 生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以人类的尺度为基础 建立对现实的感知 这个尺度范围包括 能够轻松步行到达的距离 不超过人类平均寿命的时间 以及在地球上可以感受到的温度范围 大致是从冰的寒冷到火的灼热 理性上我们知道 人类能够感受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世界比这广阔得多 但感性上 人类始终停留在这个中间世界里 难以理解超出自身感知范围的事物 然而要真正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们必须离开舒适区去探索陌生的领域 宇宙的尺度分别介绍了数字 尺寸 光 声 热和时间 这六种谱系的不同尺度 但我们体验何谓超出人类尺度 现在就从第一种谱系 数字开始说起 我们擅长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数字 比如看时间买菜算账 但谁也无法摆脱人类自身的局限 大数字是我们的软肋 在数字这个谱系上 人类尺度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请想象一下 假如桌上有三个苹果 你看一眼就能爆出来苹果的个数 但是要是苹果增加到二十多个 你就得好好数一数了 那么一框苹果 一车苹果 甚至满满一个游泳池的苹果呢 很快你就会陷入混乱 甚至说不清 那一大堆苹果到底是几百个 几千个还是几万个 对人类来说 能够感性认知的数字 上限最多只有几十 物体的数量一旦超过一百 你就会开始估算近似值 或者用已知的数作为参照 对于更大的数字 我们可以从理性上认知 却没法在脑子里形成具体的概念 比如说如果有人送你一万个苹果 你知道那有多大一堆吗 不过要是把苹果换成钞票 你立即就知道 一万块钱就是一百张一百块吗 一小碟而已 是的 谈到钱的时候 我们能理解的范围 似乎变大了不少 不过请注意 你对钱的认识依托于参照物 比如说一碟钞票 一部新款手机 一台大屏幕电视 即便如此 你认识的范围依然是有上限的 这个上限取决于你自己的收入和财产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把握大数字呢 一个简单的诀窍 是把它压缩到自己习惯的尺度 还是以钱为例 假设一个普通人每年赚五万 一个富翁每年赚五百万 这两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 发挥想象力的时候 不要把你自己的收入乘以一百 而是把所有东西的价钱除以一百 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 只要四十块 一辆新车几千就够了 只要你足够有钱 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便宜 要理解马云的财富 不要去想三千亿的身家 那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大数字而已 你只需要想象 所有东西的价钱 都变成实际价格的百万分之一 最新上市的iPhone 只要一分钱 一辆超跑大约几块钱 你眼中价值五千万的豪宅 对它来说只值五十块 对普通人来说 三千亿的财富完全超乎想象 但是将目光投向财富以外的领域 三千亿这个数字 可能又算不上什么了 要知道 你的身体里就有一百万亿个细胞 这个数字相当于十的十四次方 把目光再放远一些 太阳系的半径大约只有一光年的千分之一 而目前人类能观测到的 已知宇宙半径差不多有465亿光年 这个范围内的恒星 大约有16乘以10的21次方克 这个数字看起来大的不可思议 但实际上 它只相当于十滴水里蕴含的分子数量 最大的数到底有多大呢 1938年 美国数学家爱德华·卡斯纳 让九岁的侄子米尔顿 给一个大的不可思议 超乎想象的数取个名字 孩子回答说 古戈尔 并把这个单位定义为 十的一百次方 也就是在一后面写一百个零 这个数字超越了目前 已知事物的极限 现实世界里 还没有能达到 一古戈尔量级的东西 已知宇宙里的所有原子 总共只有大约 十的81次方克 比一古戈尔小了19个数量级 所以更大的数字 只属于纯数学的领域 在数字谱系的另一头 负数和虚数 也是只属于纯数学领域的概念 你数不出负的三个苹果 手机自带的计算器上 也没有虚数 同样只属于纯数学领域的 还有无穷 数学有一个基本前提 世界上存在无穷大 和无穷小的东西 但无穷不是终点 更像是一个想法 我们不能确切地指出 从什么地方开始 那些极大的数 就等同于无穷 无论你脑子里想到的是多大的数 无穷都比它更大 一古戈尔和无穷之间的距离 并不比一和无穷之间的距离近 无穷加一等于无穷 无穷加无穷也等于无穷 你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 基数的个数是自然数的一半 但事实并非如此 基数 偶数和自然数的数量 都是无穷 负数 虚数和无穷 这些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抽象概念 帮助我们建立了数学的辉红殿堂 让科学家得以计算火箭轨道和量子运动 引领人类飞向更遥远的比方 说完了第一种谱系数字 接下来介绍的第二种谱系是尺寸 易于测量的人类尺度 大约是从几毫米到几千米的范围 面对一两千米以上的物体 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对尺寸的感知 你或许能看见它 相信它的存在 却无法将它纳入人类的尺度 有趣的是 我们对长度的感知范围比高度大得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 说到太空 大家都觉得那距离我们十分遥远 但实际上国际空间站到地球表面的高度 大约是三百七十千米 只比南京到上海的距离稍微远一点 这样一想 感觉就近多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很简单 你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长度范围 远大于高度 想一想 早在几万年前 虽然那时候连轮子都没有 但人类已经跨越上万千米的距离 从非洲迁徙到了全球各个大陆 然而 一直到一百多年前 飞机问世以后 人类才飞到了距离地面几十米以上的高度 当然 就算不会飞 人类也可以通过爬山来登高 可就连珠穆朗马峰的高度 也不到九千米 如果把这个高度换成长度 你每天上班通勤的路程 可能都不止九千米 喷气式科技的飞行高度 能达到十千米 再往上走一百千米 飞行员就变成了宇航员 在离地这么远的地方 大的超乎想象的尺寸 刚刚开始登场 地球到月亮的距离 大约是三十七万八千千米 相当于地球周长的十倍 金星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 超过地球与月球距离的一百倍 这样的尺寸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 变成了纯粹的数字 想要理解它们 可以借鉴第一部分里 理解数字的方法 把它套进自己熟悉的尺度里 对于超出人类尺度的所有东西 你都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 比如说 如果地球的尺寸 和普通五号字的句号 差不多大小 那么月球到地球的距离 大约有十五毫米 差不多相当于你手指的厚度 而太阳的尺寸 相当于孩子的拳头 距离地球这个句号六米开外 如果把太阳系 压缩到一枚硬币的大小 那么整个银河系的面积 大约相当于半个中国 说到这里 你可能对宇宙的尺寸 已经有了一点概念 但实际上 银河系只是 本星系群的一小部分 整个本星系群 有大约三十个独立星系 我们继续前进 本星系群 又是侍女座 超星系团的一小部分 这个超星系团 大约比银河系 大一千亿倍 由几百 甚至几千个星系组成 如果你还没晕的话 请想象一下 宇宙中可能有 大约一千万个超星系团 包含着几十亿 甚至几万亿个星系 考虑到如此庞大的基数 现在你应该能理解 为什么天文学家 坚信宇宙中 必然存在 人类以外的智慧生命 宇宙的庞大 和微观粒子的渺小 同样令人惊叹 要知道 宇宙中最大的超星系团 一样是由 基本物质构成的 包括原子和亚原子威力 可能还有更小的东西 人类视力能分辨的尺寸 下限大概是 0.1毫米 差不多相当于 尘满和人类卵子的直径 或者说 一张钞票的厚度 但是尽管我们能看到 一粒岩或者一只很小的虫子 但人类依然难以理解 微观世界 微观世界的机制 和宏观世界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两个世界里 力的表现方式很不一样 宇宙中只有四种基本力 引力 电子力 强力和弱力 从根本上说 我们在宏观世界里 体验到的一切力量 包括拉力 阻力 摩擦力 离心力 都是这四种基本力的排列组合 比如说 作为一个宏观生物 你可以呼吸空气 毫不费力的 在空气中前进 但对微小的昆虫来说 空气是无数分子 组成的厚重流体 你以为虫子在飞 实际上 它们却觉得自己在游泳 如果继续向前 进入微观世界深处 我们就必须学习一些新的规则 人类尺度里 难以理解的规则 比如在真实世界里 拍拍手 你会听到清脆的掌声 感受到拍击产生的热量 但在纳米级世界 或者更小的皮米级 也就是一米的万亿分之一的世界里 原子和分子 很少发生真正的碰撞 它们只会不断的相互吸引或排斥 就像微型磁铁一样 一只手靠近另一只手的时候 你皮肤里面的分子 会绷得紧紧的挤在一起 共同推开另外那只手 整个过程进展很快 而且发生在显微级层面上 与此类似 你或许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背 靠在椅子上 汽车的保险杠 撞上一堵混凝土墙 你以为它们紧紧的贴合在一起 但实际上 组成你身体 汽车和墙的分子 并没有发生真实的接触 你体验到的一切 都来自电磁力的作用 只不过电磁力的尺度太小 我们无法直接的感受到它 所以才会误以为自己的背 真的挨到了椅子 人类无法直接感受到的 除了微观世界的力 还有大自然中各种规律的光 接下来就谈谈光这一尺度 光分为很多种 你肯定听说过可见光 红外线紫外线等等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答案是波长 如果光波振动的速度很慢 就说它的波长长 频率低 反之则是波长短 频率高 可见光的波长 大约从380纳米 到750纳米之间 从红色到紫色 这就是人类能看到的光的范围 如果光谱是一根筷子 那么可见光 在这根筷子上占据的长度 还不如一粒灰尘 我们的眼睛 看见彩虹的边缘逐渐暗淡 仿佛融入了虚无 但电子设备能观察到 远超红与紫的世界 宇宙远比我们看到的 要奇幻得多 由于光速快得不可思议 所以在讨论波长和频率的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一些 非常大和非常小的数字 红光的频率 大约是420泰赫兹 这意味着 红光的电磁场 大约每秒转换420万亿次 如果你的车轮旋转速度 有这么快的话 一眨眼的时间 你就能从太阳系的这头 开到那头 在这个频率下 单个的红光光波 波长大约是700纳米 差不多相当于 血红细胞直径的十分之一 如果波长逐渐缩短 那么红光会变成黄光 然后依次变成绿光和蓝光 最后当波长缩短到 红光的一半左右时 它会变成紫色 波长继续缩小 光谱就会进入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的范围 X射线和伽马射线都属于紫外线的范围 它们在医学领域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如果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波长逐渐变长会怎么样呢 微波就是一种波长较长的红外线 你家的微波炉利用的就是微波 这种光波会被特定种类的分子吸收 例如水脂肪和糖 它让分子振动起来互相碰撞产生热量 但是与此同时 它会从另一些分子中穿过 不产生任何效果 比如爆米花和土豆干燥的外表面 很多人说微波是内到外加热的 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真正的原因是 食物通常内部湿润 表面干燥 所以里面容易先热起来 比微波更长的电磁波是无线电波 广播电台和手机基站使用的都是这种光波 再往前走 宇宙中电磁波的长度没有极限 但在地球上 低频波的极限在哪里 你肯定猜不到 它就藏在我们的脑子里 人类脑波的频率最低可达4赫兹以下 用真空光速出于频率 可以算出这种低频脑波的波长 差不多接近1亿米 这种超长的德尔塔波出现在无意识状态下 紫外线波长短 频率高 所以它们携带的能量高 穿透力强 这样的特性容易造成破坏 但也可以帮助医生精确切除 病人身体内部的病造 不用开刀 这就是伽玛刀的原理 反过来说 红外线波长长 频率低 它们的穿透力没那么强 但加热效果十分显著 微波炉 就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 紫外线和红外线各有千秋 都很有用 光是一种电磁波 而声音是一种运动 确切地说 声音是分子在介质中的运动 我们的听觉实际上是触觉的延伸 站在大声播放音乐的喇叭旁 你常常能感觉到声音对皮肤的压力 被死的低音犹如滚雷 高亢的调子仿佛针刺 实际上你感受到的是分子运动 碰撞形成的气压波 耳朵对压力的这类变化非常敏感 声音的传播依赖于介质 也就是某种能传递能量波的固体 气体或者液体 没有介质就没有声音 某些电影里有这样的场景 一艘宇宙飞船上的乘客 能听到太空中的声音 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无论多响的声音最多只能传到大气层边缘 因为声音在真空中是无法传播的 当然声音并不是只存在于地球的大气层内 我们沐浴在太阳的辐射中 但很少有人会想到 这个巨大的气球发出的噪音该是多么可怕 如果你听过炉火的琵琶声 那么请想象一下 太阳由氢氧和气态金属组成 气体和等离子体在上千万度的高温下燃烧 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只是因为太空的阻隔 这些声音无法传到地球上 不过科学家利用仪器探测到了太阳发出的声音 这种声音的振动频率太低 人耳无法听见 但如果将40天的声音压缩成几秒钟 你就会听到某种奇怪的铃声 或者说缓缓敲击的钟声 那是太阳正向着宇宙深处长明 和光一样 人类的耳朵能听到的声音非常有限 频率大致介于15赫兹到20千赫之间 儿童能轻松听到20千赫的声波 但这种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 人到中年以后 基本就听不见15千赫或16千赫以上的声音了 市场营销人员利用了这种区别 英国一家保安公司用设备发出 17千赫的嗡嗡声 好赶走在店门外闲晃的青少年 很快有人找到了反向的应用 他们把手机铃声设置成高频音 于是孩子能听见手机在想 老师和家长却听不见 频率超过20千赫的声音被称为超声波 很多动物的听力比人类灵敏 狗能听见频率高达45千赫的超声波 猫能听到的频率还要更高一些 蝙蝠的叫声甚至能达到100千赫以上 他们依靠自己的叫声完成回声定位 人类也为超声波找到了很多用途 牙医利用超声波洗牙 医生借助超声波无疮粉碎肾结石 工程师也用超声波检查材料的内部结构 这些应用采取的声波频率都远超动物的听力范围 从50千赫到18兆赫不等 在声波谱系的另一头 频率达到20赫兹以下时 我们就进入了次声波的神秘世界 大部分海洋哺乳动物采用低频的次声波交流 因为低频音传得更远 坐头鲸和蓝鲸的鲸歌频率在10到30赫兹左右 他们低沉的歌声能传到几百千米以外 奇妙的是 人类虽然听不到次声波 但却能感受到它 伦敦某个研究小组 曾在一座音乐厅后面架设了一台次声波大炮 听众欣赏音乐的时候 他们间歇性的掺杂了非常轻柔的次声波 事后有22%的听众报告说 自己感觉到了强烈的不适或者恐惧 并一些人的感觉恰恰相反 他们觉得内心格外神圣 超凡脱俗 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案例 某家工厂的雇员拒绝在特定的几个房间里工作 因为待在里面 他们就觉得莫名难受 后来人们发现 冷却风扇送进这些房间的不仅是空气 还有次声波 现在有的科学家相信 很多房子闹鬼的传说 实际上源自次声波 人类发现的频率最低的声音 来自遥远的天文事件 大约2.5亿光源外的 鹰鲜座星系团里有一个黑洞 它发出的声波波长有几十亿米 准确的说 研究者认为它是一个B降调 比中C调低57个8度 比我们能听到的最低的声音 还要低千万亿倍 除了频率以外 音量和音色也是衡量声音的重要维度 音量取决于声波的振幅 振幅越大 你听到的声音就越响 而音色实际上来自标准普段以外的杂音 假设钢琴和唢呐发出的都是同样频率的声音 而且没有任何杂音 你绝对听不出二者的区别 但是由于制作材料乐器形状的区别 它们发出的声音都不是纯粹的 而是掺杂着标准音调之外的杂音 正是这些杂音构成了钢琴和唢呐的独特音色 除了音乐以外 热水澡也同样令人愉悦 因为热量意味着生命 热是这个宇宙中另一种重要的尺度 热的本质是运动 能量总是不可避免的转换成运动 运动状态在原子和分子间传递 直至热量尽可能的均匀分布 我们将温度作为热的度量单位 以温度来衡量某件物品里蕴含多少能量 自然界的温度跨度很大 我们熟悉的只是其中一小段 大致从零下几度或几十度的气温 到几百度的火焰 作为衡量温度的单位 常见的温标有三种 摄氏度 华氏度和开氏度 其中前两种温标主要用于日常生活 开氏度则常见于科研领域 开氏度温标中每一度的尺寸都和摄氏度一样 但它其实的零度却要低得多 刚才说过热的本质是运动 物体内部的分子或原子运动的速度越快 它的温度就越高 板质则越低 不过请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原子层面上所有东西都不可能真正停止运动 也就是说宇宙中没有真正冷的物体 最多只是没那么热 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将开氏度的零点定义为所有原子停止运动的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绝对零度 它约等于零下273.15摄氏度 越接近绝对零度 分子和原子的运动速度就越慢 如果真的达到绝对零度 宇宙中就不会存在任何运动 没有光 没有热 没有恒星和星系 更不会有人类 好消息是 绝对零度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极限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达到这么低的温度 只能不断逼近 宇宙中已知最低的自然温度 出现在回力棒星云 这团领结状的迷散气体是一颗锤子的恒星释放出来的 它的温度只有大约一开氏度 也就是零下272.15摄氏度 比这更低的温度只存在于实验室里 然而努力接近绝对零度的旅程就像一场噩梦 因努力试图消灭更多热量 结果却开始产生热量 但是这个目标值得我们去努力 因为极冷的世界里藏着一些惊人的现象 在极冷的温度下 原子的行为会变得十分古怪 这带来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技术进步 比如说 有的物质在极低的温度下会变成超导体 例如铅和碳六石 超导体不光能导电 而且不会造成任何阻碍 所以超导线圈中的电流永远不会衰减 超导体帮助科学家造出了格外强大而精确的磁铁 在日本的一项实验中 基于超导技术的磁悬浮列车 速度达到了每小时581千米 打破了火车速度的世界记录 未来某天 整个电网或许都会换成超导材料 无限接近绝对零度的世界里 埋藏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如果将目光投向温度谱系的另一头 高温的世界同样令人惊叹 对大部分人来说 蜡烛的火焰就足够暖和了 但在热的谱系中这仅仅是个起点 地核的温度高达6000多开时度 木星的核心温度有2万开时度 而太阳核心的温度大约有1500万开时度 宇宙中有很多比太阳更热的恒星 但60亿开是恒星的温度上限 一旦超过这个温度 恒星就会坍塌爆炸 形成壮观的超新星 2010年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了 4万亿开时度的高温 刷新了人类已知的温度记录 但温度存在理论上的极限 粒子越热运动速度就越快 随着粒子的速度不断逼近光速 它的质量也会随之增加 如果持续升温 那么温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物质的每一个粒子都会变得过于致密 以至于坍塌成一个个黑洞 导致几乎所有东西都遭到破坏 包括基本粒子在内 这个理论上限大约是1.4乘以10的23次方开时度 至少在我们这个宇宙里 这就是绝对的至高温度 最后也是最神秘的一个尺度是时间 时间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最大的谜团 所有用于定义某段特定时间的词语 比如说春天 暑假 工作日 都是人为的 主观的 换句话说 时间完全是人类定义出来的 关于时间 唯一能确定的是 它与某种变化有关 如果没有变化 时间也不复存在 一秒 一小时 一年 这都是人类尺度的时间 我们熟悉这些单位 并利用它们来安排日常生活 对人类个体来说 你能够直接体验的最长的时间跨度 不过是一升 也就是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相比之下 地质尺度的时间 漫长的无法想象 你可能看过一些 岩石摄影的影片 云在空中快速移动 四季变化 浓缩在短短几秒内 那么 请想象一下 母步岩石影片的每一帧 代表一万年 假如从地球诞生时开始拍摄 最终完成的影片将长达四小时 而人类的整个历史 要到尽头的最后一秒钟 才会出现 这样的尺度 被科学家称为 地质时间 在人类尺度的时间看 我们必须承认 近年来 人类的确严重影响了地球的气候 但站到地质时间的角度 在地球气候四万年 一个循环的大周期中 现在的地球 很可能正在进入 下一个自然的冰川期 而全球变暖可能会把它推迟一点点 以上是极长的时间 再来说说极短的时间 形容某件事发生的太快 我们会说 眨眼之间或者电光火石 这样的形容相当贴切 因为眨一次眼 大概需要三分之一秒 人类的眼睛 大约能看清 十分之一秒内发生的事情 要是速度比这还快 我们眼前就只剩下一片模糊 如果以每秒二十或者三十夜的速度 连续翻动一本印有静态图像的书 那么在我们眼里 书页上的画面会无缝连接起来 我们相信自己看到了流畅的运动 这就是电影的原理 生活中能见到的最快的时间 可以达到毫秒级 也就是千分之一秒 苍蝇每三毫秒振动一次翅膀 普通傻瓜相机的快门时间 大约是一毫秒 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理解毫秒 一秒内发生一千件事 这固然震撼 但依然可以理解 那微秒也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请想象一下 点击一次鼠标 大约要花费五十万微秒 这已经走到了人类思维的边缘 然而比微秒更短的时间单位 还有纳秒 皮秒和飞秒 沿着科学之路走得越远 人类越发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 在宇宙的所有尺度中 我们能够体会感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尝试 人类就是宇宙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谱系的一部分 只要一直保持好奇心 勇敢走出中间世界 去拥抱更广阔的尺度 我们终将收获更多知识 解开更多秘密 好 宇宙的尺度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